随着经济的发展 这几年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全国各地一个个美丽的乡村跃然眼前 一种种不同的生活成为新的史上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秦桓岛海港区的北部山区 骑行在美丽的长城旅游公路上 这条公路绵延一百多公里 把秦桓岛海港区的五十多个自然村 自然地串联起来 现在村民们通过这条致富之路 把自己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出去 而这里的美食美景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旅游 乡村旅游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新时尚 而这乡村转变的背后 离不开一群默默付出的人 秦桓岛海港区北部山区三镇 位于长城脑 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 当地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秦桓岛海港区北部山区三镇 位于长城脚下 和市区相比 这里属于相对落后的地方 为了充分利用山海资源 海港区打通山海通道 整修百年特色的铁路 使得北部山区得到了焕然一新的改变 然而让乡村重新变得美丽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开山去矿 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千疮百孔 尘土飞扬 要想修复就必须种花种草 工作繁重琐碎 在当地人的带领下 我们找到了正在做身体养骨工作的韩季心 老夏你好 怎么样累不累今天 辛苦吗 不辛苦 不辛苦 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 照顾子孙 照顾子孙这说得很好 这个是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这座山变得不一样了 开不开心 开心 这位大爷看起来身体真硬朗 天天你得走啊 天天要走多少 一天一个矿两面 你的务必得达到这个清朝啊 它缺水分啊 保证成活率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7 67岁了 那还坚持工作在一线呢 那没事 韩季心是这片区域的护山使者 每天凌晨四点便要起床寻山 每天的工作 就是为全山所有的植被 做两次养护 包括灌溉施肥和检查土质 韩季心从开山爆破起 就来到了这片山区 出于对家乡的热爱 从那时起便观察学习 如何保护山体植被 他对这里的美株植被 都有着特殊的情感 有这个水冲刷之后 露出一点 我们看一下 咱们挂的网子 哪有网子呢 看了吗 前面这个网 这个不就是铁锅吗 是铁网 这个 这挂完这铁网上边 还得有草纤维 先割土 后割草纤维 草纤维上边以后 草纤维是管啥的呢 草纤维是管发热 让它小苗找出 土壤是给它啥呢 让它洗脚水 完了 炒着一扑 完了咱们就 绿网离挂 这么复杂的工序 那可不 喷三次土 一次炒纤维 完了再喷一次炒着 您这些专业知识 是从哪里学到的 我都看人家干嘛 他一直在这块 我一直都来着 在这片山地的改造过程中 原先的实质材料 并不具备产生水源的条件 但是植被的生长需要水分 所以除了挂网喷播外 还需要人工给予补偿 及时的补水 才能帮助植被生根成活 所以养护措施 便成为了这片山地改造中 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任务 我能干啥干啥 力所能及 让人造福子孙 你本身你岁数大了 是大了 你有这个能力 能有一分热 咱就发一分光 就为社会主义 天专家伙 从2016年开始 台港区为了还给老百姓 一片绿水青山 以环境治理为突破口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他们对北部山区14处破损山体 进行了修复 同时关闭了29家露天开采矿山 建设67座蓝水坝 蓄水面积达到23万平方米 绿化面积增加了24万平方米 共实施35千米核岛治理工程 清流入海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画卷 正在壮美山海 仅徐徐铺展 曾经的破损山体 变成了绿水青山 公路的开通 环境的改变 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 这也让一段尘封多年的明代古长城 重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董家口长城是明长城的一座关口 它是明代军事名将七纪光修筑的 董家口长城是护卫山海关关城的北溢要塞 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长城脚下 董家口村 六十多岁的刘建华 正在想来到这里的游客 介绍家乡的长城 那都后一年久了 它就长了 那个下边住人 我一看到点浪烟了 或者别的方法台 它都有人不是 我一看到这个来家 点浪烟 说明这个有敌情 我就都上这来 资源它来 那上 不就是这儿 这儿我一般看着 这底下 然后有个台下能上去 能啊 能上到顶上去 那从里边上去 就跟楼梯一样 刘建华是董家口的一位老书记 多年前 为了发展家乡的旅游经济 他组织村民们 一起修缮长城路 在他的心中 保护家乡古长城 是他一辈子 最自豪的一件事情 这个工程 太神奇了 你看它这里边 这个铁片 它都是用 当时找瓶用的 现在的技术都雷不了 这么瓶 那时候你看 它就能雷得这么好 那一刻在县制上写 这个长城 它都有射孔 它的藏墙 这叫藏墙 都有名字 还有赤猴 峰火台 公路通了 越来越多的游客 可以靠近长城 感受长城 并在看完长城后 到董家口村 吃一顿九福盛名的烤全羊 观众朋友们 我见过一只烤全羊 没见过这么多烤全羊 香味止不住地溢出来 这是咱们本地高羊 都是本地的 这个通体已经金黄了 对 那个油滋滋的 香气止不住地往外帽 对对对 您这里刷的是什么酱 都是自己家的配方的 秘制调料吗 秘制调料 对 这个秘制调料里面有什么 辣椒面 啤酒 还喝啤酒 用啤酒配置的酸香料 它嫩肉嫩 您是自己研究出来的 是研究的 咱们这边家家户户好多都在经营 好多 这样烤全羊的 对不对 超过现在又增加了 都已经快到30户了 都是在您的带领之下 对对对 而且家家客人都很多 都很多 那秘方跟您的秘方一样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 这秘方也是您传授的 对 全是统一培训的 还培训 培训 已经成了专业化的 对对对 哦 我看咱们同时考了这么多一样 今天咱家来了多少客人 今天咱家来了170人 这么多人 每天都这么多人吗 有时候比这个还要多 就像五一四一黄金州是更多 好上阳了 先上阳 新加之光 时间如白居过隙 曾经汪洋大海中的渔岛 如今变成了山清海美的地方 家乡的变化 让当地的每一个人都感慨万千 这是他们辛勤工作 努力拼搏得来的 最美永远是故乡 海港人享受着时尚生活的同时 更是把守护家乡 建设家乡 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通过每一个人的努力 让家乡越来越好 路修通了 山里的人富起来了 同样富起来的 还有海边的渔民 你看虽然已经到了冬季 可是情况倒到海鲜市场 却依旧很热闹 这里有皮皮虾 有螃蟹 还有八爪鱼 尤其是这个皮皮虾 味道特别好 在冬天的时候 它也很肥 现在我看到它 我就已经开始垂涎三尺了 你瞧 一说到这个吃的 我就控制不住 同样是好吃的 在东海的三门 有一种青械 味道也很不错 推荐您看一看 浙江三门 地处中国东海 黄金海岸线中段的三门湾畔 因为关口有三山处立 眼如三道门户 三门线便由此而得名 在三门境内 有近百座珍珠般的小岛 记者的三门之行 也将从这里开始 现在是早晨六点多 我们看到这边路上 已经有人在忙碌了 大叔您好 您好 这忙什么呢 买下料养 这是什么 带鱼是吗 炸鱼 这鱼是干什么用的 微轻歇的 做着这个肉感还挺好的 就是这种冰鲜的 每天都是只吃这一种食物吗 对 那这个青蟹 每天吃得不错 这一箱里大概有多少 四五十斤 五十斤左右 五十斤 那它一顿就要吃这么多吗 对 这个买着贵吗 不会 多少钱这一箱 不多 四十斤 那这要天天吃也得费不少钱 对 每天这样的送货车 会走进三门大大小小的蟹塘 许多村子也因为饲养三门清界 变得富裕起来 咱们家蟹填在哪儿啊 这里 哦 这个就是啊 对 这个有多大面积啊 是六门 在三门 清蟹养殖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 记者到来的日子 正值清蟹即将收获的时节 多年前 像大多数的三门渔民一样 周大哥承包了几亩蟹塘 做起了清蟹的生意 清蟹即将上市之际 是周大哥最忙碌的时候 这是三门清蟹最后的生长 增肥阶段 这是什么水 斜的 太可乐 哎呦 果然是啊 咸的 海水啊 这海水是哪来的呀 我现在也没看到 就那种一望无际的大海呀 咱们 咱们这家进来的呀 哪有闸门 来那边 小房子旁边有闸门的 哦 吃饭啦 吃饭啦 他说我看这个鱼下去了 然后就不见影子了 咱们这个清蟹在哪啊 现在水里水里看不到的 他不爬上来 然后快点吃 等一下就爬上来 他也会浮到水面上吗 不会 哦 看不见 看不见 在下面悄悄地吃呢 每天 周大哥都需要在蟹塘里投喂几百斤的冰冻带鱼 才能保证清蟹的食材充足 那么大名鼎鼎的三门清蟹究竟是什么模样呢 为了让记者见识三门清蟹的真面目 周大哥在前一天便下好了蟹笼 静带清蟹上钩 大叔 咱们都喂半天了 我也没看到清蟹的影子 您能不能捞上来两个给我看看 行吗 太好了 就把它拽上来就行是吧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哦 哦 勾上呢 我来我来我来 这下面的 它在往往往一个底的 哎呀 今天不知道能不能有缘分看到啊 指尽不出的那种 哎呀 打转了打转了 一次 看到了看到了好大个儿 那么大一只你看 哦 天呐那么大个儿你看 哎他不会爬出来咬我吧 哦 哦 哦 大家看 看到了吗 你看这个那么大个儿它那个钳子 就是 和我两个手指一样宽的 看见没那个大个儿的 这边有一个小的 慢点啊慢点慢点 哦 哦 这个头天呐 你看他这个大钳子 看到了吗 您这一下就把它制服了 真厉害 你看这个青蟹 它前面这个大手臂非常长 已经超过他的身体的长度了 然后钳子的宽度呢 也是特别大 感觉张牙舞爪的哦 壳硬硬的啊 边上非常锋利 你看这一转圈 就像齿轮一样的 然后这个背部这个地方有一个 呃 公字形的小花纹 哦 然后钳子有点发黄的颜色是吧 这个螃蟹今年有几岁了 零年去年养的 那才一岁多 对 像这样的大青蟹大概能卖多少钱一斤啊 呃 六十多块吧 哦 这一只能卖多少钱 一斤了它六十块了 一斤了就差了 就这么大个正好是一斤是吗 呦 这大钳子感觉要吃了我似的 我能抓一下吗 差小子 我能抓一下吗 我觉得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那您怎么能抓呢 你们一斤也不能抓的 三门青蟹是三门小海贤中当之无愧的翘楚 在三门有三门青蟹横行世界的说法 这不仅是在表述青蟹的鲜美 也是在凸显青蟹凶猛的个性 其实小飞并不是第一次见到三门青蟹 来到三门的第一天 在三门浩瀚的贪图之中 她就曾和青蟹有过一次亲密接触 这样我两个手 我两个手 昨天的经历让小飞心有余悸 今天面对体型更大的三门青蟹 小飞能够在周大哥的指导下将她拿起来吗 是捏这儿吗 捏出两个后腿是吗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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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这个她不会刀我的手吗 对 现在就不会了 这样子就不会了 您保证啊 你怕就放在这里 好好 你不懂了 掌控青蟹的过程看似恐怖 但却是三门蟹门的基本功 在周大哥的鼓励下 小飞也终于将青蟹掌控在了手中 眼前这样的蟹堂在大洲村有几千个 聪明的三门人将东海水引入蟹堂 在海水的滋养下 人媒投放下去的蟹苗茁壮成长 每年 几万吨的三门青蟹 从这里走向世界各地 如今 临海而居的大洲村 早已成了赫赫有名的青蟹村 人们不仅依靠青蟹住进了农村别墅 还把青蟹文化发扬光大 在大洲村 一年一度的青蟹比赛 已成了人们积极参与的活动 每年 主办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帮助蟹农提升饲养知识 锻炼 浴蟹能力 今年比赛的主题是捆绑青蟹 周大哥特意邀请了一名观众和小飞 一起学习绑蟹 把两个手指伸出来 压住这个青蟹的被子 这两个人两个手指 扣住这个下面的后腿 看到吧 后腿就扎起来了 觉得哇天 好大感觉它会挣脱 不错啊 它这鞋子挺好的是吧 这放这个右手 还得捣手 还得捣手 把这个 压一下就好了 就好了 把一扎 然后还得捆 捆 捆一下就好了 看 这样就行了 不给它五花大宝 您这就捆两下 捆两下就可以了 它不咬人了 它就最咬不到的 可是这会挣脱的呀 这边 不会的 没事 没事的 明白了 绑蟹 不仅考验着蟹农 驾驭清蟹的沉着和淡定 还训练着蟹农的耐力和专注力 在以前 清蟹家人的事件常有发生 清蟹比赛的举办 不仅给蟹农搭建起了分享经验的平台 还将大洲村的养蟹文化发扬光大 夜幕降临 结束了喧嚣的蟹糖再次回归了平静 周大嫂地地道道的三门鱼米 有着一手烹制三门清蟹的好手艺 三门清蟹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食品 含有十几种氨基酸 蟹肉性寒胃咸 舒筋益气 里胃消食 对身体有很好的滋补功效 眼前的这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清蟹 价值不菲 但是为了款待远道而来的记者 周大哥一家自然十分慷慨 依靠养殖三门清蟹 周大哥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如今伴随着便利的交通 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三门 为的就是领略这里的美丽风光 品尝海鲜的鲜美味道 感受乡村的别养风情 优美的环境 离不开三门人的悉心爱护 三门的许多村庄都是后人为海造田的产物 来之不易的土地 当地人自然懂得倍加珍惜 对于这片土地 这片环境的保护 三门人也格外用心 他们正在用一点一滴 维护着这份来之不易的美丽 你们好 您好 您好 这干什么呢 这是 我看这上面写的有机肥是吧 对 有机肥 在这儿卖有机肥 这有机肥是哪来的呀大叔 有机肥是我们生产出来的 您这里生产的 这是用什么生产的有机肥 这是无来的垃圾 原来为了守护住美丽的乡村 三门在全线范围内实施垃圾分类的措施 在盖门堂 当地专门为此搭建了一座垃圾利用站 人们的生活垃圾不仅没有造成环境的污染 还变废为宝 成了种植花草所需的肥料 那这些垃圾拿到这儿 怎么变成了有机肥呀 它通过这个机器加工呢 加工 加工我们把它这个处理 就是这个材料 感觉确实不像一个垃圾处理站 就是像我们平常待的屋子一样 没有异味 没异味 是啊 整洁的环境 诱人的美食 三门人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发展绿色经济 建设美丽乡村 这也越来越成为当地农村的一种新的史上 青山绿水中 一排排屋舍拔地而起 秀美山水间 一群群游人玩耍兮兮 新时代的大潮里 乡间产业与日俱兴 和谐林里间 共享文明相丰 新年一世气象更新 科教频道与您一起 徜徉中华大地 遇见美丽乡村 特色饮食给美丽乡村带来了分治太来的游客 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但是搞旅游不能千篇一律 要有自己的特点 要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现在全国很多乡村 都依靠着自己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 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比如黄土高坡的马维义 这里是陕西省星平市的马维义 唐朝时 马维义是西出长安的第一个驿站 所以有大唐第一驿站的美丽 如何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建设家乡 成为当地人常识的内容 卫长 走了这么久 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我听到咕咕的 我饿了 卫长 能帮我解决一下不 没问题 你想吃啥 咱们这边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有什么 特色美食多的区别 光这种 光这个馍 天气北乖 可以做好多好多种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是吗 我想到什么 您就能够做什么 对 我就好水果这口 您往这瞧 我看到柿子树上有柿子 您这个柿子是什么品种的 这东西还有 柿子是观中的 火棍柿子 天有寒 特有钱 那我上来摘了 可以 好 卡上了 休息慢慢 咱们用什么装一下呢 盘子拿过来 你轻点慢点 好好好 哎呦 三四十两骨枝 十四十两骨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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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十三骨枝 你那狮子这么小 而且很硬 这个现在有点冻 越冻越甜 我觉得 我是不是给拆坏了 这口都漏出来了 不是这样对的 连柿子瓣又垫下来 嗯嗯 啊 柿子瓣 就连这个柿子汁这块 一块给它掰折 对 啊 还挺疼的 这柿子这个汁这块 柿子好吃 柿子好吃 柿子 这一棵柿子树上 大概能长多少棵 能切多少棵柿子呢 十多篮子是没问题 给您先尝一个 咱俩一半吧 好不好 哎 您看这个包开之后啊 里边确实是黄灿灿的 嗯 金亮亮的 好甜啊 这个柿子叫心里美 前世是妹子之类 是 现在我更期待这个 膜做出什么味道了 那咱们走着 行 好 走喽 嗯 抱着刚刚摘下的几斤柿子 晨晨决定 跟着李老师去加工这种 传说中用柿子制作的面食 虽说观中平原面食丰厚 但是用柿子做成的面食 晨晨却是闻所未闻 这柿子膜究竟长成什么样呢 前面就是做柿子膜的 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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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饿了 饿了 我们马上给你做 马上给我们做 不用不用 我们自己带这个原材料呢 您看 都给你准备好了 好 您看 这是啊 心多沉啊 嗯 你这个柿子做柿子饼的 对啊 柿子饼啊 你这个柿子做不成 什么 做不成柿子饼 为什么呀 这个 你看你跟我这个 柿子不一样 我们这个 你看又大又黄又圆又亮的 比您这个应该好多了吧 啊 你看我这个柿子 你这个柿子 个头虽然大 但是它做不成柿子膜 我们李会长说了 我们这叫火锅柿 我们这是标准的火锅 这个是水柿子 这是水柿子 咱们这是水货 您这肯定 您不是为了这个 不想用我们的原材料 所以这么说的吧 不是不是不是 这明明是爷爷父亲 和儿子的关系啊 不是沉沉 它里面果肉多 比较细米 哦 它没有糊 它才能做柿子饼 那我们这个柿子 到底叫什么名字吗 它是标准的水柿子 就是标准的水货 也不是标准的 它为什么叫水柿子呢 它里面水分大 它有糊 嗯 对是有糊 刚才知道了 皮厚 果肉少 您这个是没糊的 没糊 皮薄 果肉多 比较细米 嗯 那我这个做完 您这柿子饼 会有什么不同的口感吗 它口感做出柿子饼以后 厚味呢 嗯 会发色 嗯 哦 这个是甜的 嗯 还有这么多讲究 那之前我带你们里面去做一下 行行行 好 再看看 做一下 好 走了走了 我们这也不能浪费哈 也抱着 走了师傅 这食材都好丰盛呀 各种各样的 都是用来做柿子饼的 是不是 对对 都是柿子饼的食材 对马威艺人来说 改良创新的想法层出不穷 柿子性寒 单独吃有伤身体 而且不能大量食用 为了消化掉本地出产的大量柿子 当地人便别出心裁的 将柿子和白面活在一起 再加上豆沙 黄桂等下食 就形成了如今的柿子膜 可以了是不是 你看大脑子在这 用两个字头下 嗯嗯 放在油里面 对 做柿子饼需要很多的油吗 适量就可以 好 下的适合 柿子 白面 黄桂 白糖 几种食材 混合到一起 炸熟之后 就形成了如今的 黄桂柿子饼 柿子饼 柿子饼方便携带 有润肺化痰 生筋止咸的功效 尤其适合老人儿童使用 我先尝一尝哈 你味道怎么样好不好 尝一尝哈 尝一尝哈 色如鱼甜如蜜 吃到心里暖和和的 还是挺不错的 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外表皮是硬的 但是里边您看 跟货的那个糯米一样 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吃的呢 有其的这个太多太多了 柿子饼酸十几种摩 再下来还有好多好多 还有好多呢 放进圆的便的 长的断的 高的锡的都有 我们下面有提醒一个 善喜摩食大赛 还有大赛呢 对 那咱们去吃起来好不好 是咱们做 那我们走了师傅 下次再来 再见 好吃 走喽 面食是麻维艺人的主要食材 在这里面食的种类 也是花样繁多 多种多样 干硬的面饼和油腻的猪肉 在马维艺人的手里有机结合 就化作了香脆可口的肉夹馍 马维艺人口中 所以就出现了辣椒和白面结合的辣子馍 而绿菜馍的出现 不仅解决了当地人必备的维生素 而且保证了吃菜式的口感 当地人希望 游客来到马维艺 不仅能记住一段历史风云 也能记住众多的特色面食 宰相肚里能成船 我们肚里能成船 刘会长 这个膜应该可以被称为膜中之王吧 可以算是最大的膜 这有多大呀 这个直径就是 你在主要吃什么呢 膜 膜 太多太多了 太多了 我已经看到了 一时半会儿 你还吃不完 咱们先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好不好 真的已经放不下了 比赛现场 各色膜食汇聚于此 这其中 既包括了 众所周知的肉夹膜 白面馒头 窝窝头 也不乏独具新品特色的 云云膜 锅盔牙子等等 参赛选手要吃的膜的种类 达到了12种 总重量达到了3斤 这么多的膜呀 我这个汗都替参赛选手们下来了 这谁能吃得完呀 这个有好多好多人 现在都吃个盐鱼鱼鱼的 都想吃 你看他们的最少人都已经把他开了 先想到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能吃膜的呀 我来看一下有没有 哎呦好多后面举手的 您好您好 过啊 咱们体格挺好哈 绑大腰圆的 还有没有 您来您来 您二位来 有点像游客呀 就游客 是当地人吗 不是 来来来您请您请 我上 您上 大姐 您看着很苗条啊 这家伙 我想参加比赛呀 我看着没得很 你能吃吗 能 没有问题 没有 吃魔论英雄还在马拉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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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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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开始阶段 六位选手几乎齐头并进 一时之间难分伯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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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刚才一系列激烈的角逐施魔比赛 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的是颁奖环节 对 颁奖开始 金无名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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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错 这个魔 好 谢谢 谢谢 加油 有点困难的探车 给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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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恭喜您 实至名贵 我也走一下 好 带您也摸一下 斗转星矣 岁月变迁 如今的马维翼 依托于丰富的文化资源 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 昔日的黄土高坡 成为了全国文明的旅游景点 曾经的古老驿站已不再沧桑 今天的马维翼人 正在书写着崭新的历史 青山绿水中 一排排屋舍拔地而起 秀美山水间 一群群游人玩耍兮兮 新时代的大潮里 乡间产业 与日俱星 和谐林里间 共享文明相逢 新年一世 气象更新 科教频道与您一起 长阳中华大地 遇见美丽乡村 与马维翼热闹的民族文化不同 浙江宁海的这个小村 静谧而安详 南山张村 是一个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古村 村内房屋大多是用石头建造 淳朴自然 近年来 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便依托自家的老房子 经营起了民宿 王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秀玲曾是幼儿园的老师 退休后回到家乡经营民宿 如何在古朴典雅的民宿中 融入时尚特色 成为王老师不断考虑的内容 王老师 你好 你好 一会儿我的手有点伤 你没事没事 老远看您在这忙活呢 您这是在煮茶吗 这个味道特别的香啊 哦 这个是我们的 有我们当地的爱青 特别香的爱草的味道 爱草的味道 原本我们是用来做吃的 青麻酸啊 青汤包啊之类 但是今天我不是 今天是用这个呢 爱青来做草木染 草木染 对对对 那我能看到作品吗现在 有啊你看我们那里晒着 有很多 那边就是 这个活动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好的过去看一下 草木染 顾名思义 就是用草木的枝叶来染色 这种古老的记忆 起源于炎黄时期 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孩子们第一次接触草木染 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你们好呀 你好 咱们这都是在做这个草木染嘛 是不是啊 是 我们首先要给它扎 活动的方法 它出来的花纹就不一样 这个是要拉得越紧越好 是吗 对吧 我今天呢是来找王老师看民宿的 没想到在这做起了草木染 那您为什么会组这种草木染的活动呢 因为我最想了 嗯 民宿它不仅仅是提供给游客是住的 吃的 嗯 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体验一下 我们当下的这种文化 与传统的内海 那我们就把草木染引到我们的民宿 嗯 孩子们你们喜欢做这个吗 喜欢 那你们下次还来吗 来 来啊 王老师告诉我们 过去几年 他搜集了很多家乡的传统特色 而草木染只是其中的一项 这叫麦饼 嗯 它里面裹的呢 虾皮 叫虾皮麦饼 嗯 这叫海苔麦饼 两种虾啊 这个 阿婆辣 对我们这里呢 麦饼做的是最好的 最好吃啊 所以呢当我们有客人的时候呢 就叫阿婆一起 到这里帮我们做的最好的麦饼 献给我们的饼 麦饼是宁海传统的特色美食 王老师将村子里手艺最好的阿婆请来 做出最正宗的麦饼 使前来的人们品尝一下 宁海最传统的味道 尝一口啊 好不 很脆 嗯 很甜 这个海苔的味道 而且啊 就是它虽然薄虽然脆 但是特别有嚼劲 手艺真的太赞了 将家乡的特色融入旅游 画古老为时尚 是王老师的匠心赌韵 用手工石墨粘制麦虫 形状呢 一根一根 哇 就像虫子一样 将菜园子搬到民俗院落 利用当地盛产的羊梅酿酒 这些体验内容 都是王老师一一搜寻 不断创新得来的 王老师告诉我们 最近 他还有一个新想法 将融入到乡村旅游中 明天 他将约我们一同前往 第二天一早 新锐如约前来 哇 这么多铁具啊 大哥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自己搞的 这里面大部分呢 有我认识的 但大部分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这个是铲子是吗 这个是干什么 用这么大的铲子 烧饭烧起来 烧柴的时候 铲这个烟灰的 我看这个还挺独特的 像月牙一样的 这个是露锤 还挺重 露锤 还石子露的 石子露用这个 用这个怎么铺路 这个铺路 把它刨下去 石子放下去 再敲 两头用的 先刨土 然后再敲 是吗 我看小程师傅 您做的所有的工具 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 有没有最简单 我能跟王老师两个 感受一下这个快乐打铁过程的 就是这一把呢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海里面挑铃 牟利 就是牟利的 工具 在王老师的努力之下 古朴典雅的民宿 融入了许多 具有当地特色的体验项目 这成为一种乡村旅游的时尚方式 让游客参与打铁 就是王老师的新想法 这样游客可以获得更多体验 古老的行业成为新的旅游项目 可以了吗 大哥 通红通红的 小程还挺轻的 对对对 小东西自己搞 我自己可以吗 自己搞 可以啊 这手夹着 好烫 这个比刚刚我打那个大叫的时候 轻松很多 我发现其实它这个夹子 我还不是特别好控制这个的力度跟方向 不过这个过程还是挺好 你看刚刚那个鼓风机呼呼的吹 这会儿呢 我这个锤子叮叮的响 准确性也很强的 一调一调一调性的 对 它这个不一定对来它的弊力 还有它这种协调 还要有准确性 准确性跟胆量 对对对 虽然说我们这个 做这个铁匠的这个想法 还有一些小的问题 咱们需要再精细化一点 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是看到了王老师的一种自信 相信咱们能把这个 铁匠的这个工艺 能放到咱们的民宿当中 让更多的人 能够了解咱们这个铁匠的这个记忆 对不对 好的好的 觉得可行吗 可行 那你现在觉得这种小件的可行吗 可行 可行啊 在宁海 还有更多的人 像王老师一样 依托家乡不断创新 让更多来到宁海的游客 在自然深处 在茶海山巅 都能够体验这种乡村文化的时尚之旅 不论是修复环境 还给人们一片绿水青山 还是依托本地资源 搞特色的养殖旅游 这些都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新的生活 没有观念的更新 就不会有发展的突破 没有思维方式的转变 就不会有行为方式的改变 从贯穿山海的美丽环境 到鲜美文明的田园乡村 从历史悠久的古老驿站 到心意不断的浙东小镇 中华大地上的人们 用勤劳灵巧的双手 建设美好家园 用自强不息的精神 铺写时代华章